这一期呢给大家介绍船上的发动机 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船的这个石缸二重城的柴油发动机 它烧的是重柴油 我也讲一下这个它是如何工作的 很简单啊很简单 保证你一看就会 我们看到啊这是主机对不对 那它旁边看旁边有粗粗的 这个三个啊 管子一样的东西一共有三个 一二三我手指的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涡轮增压啊 关于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如何工作的工作原理呢 我这专门会开一期视频呢 再给大家做讲解 现在我们这期主要是讲主机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银白色的啊 这个柱子一样的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钢啊 一个钢一个钢的 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它钢套上边的这个排气阀 钢套啊还有活塞啊 都是在下边啊 在下边 我们看一下钢套是什么样的 我们正好有背品啊 活塞是什么样的 OK我们跟着我们大管轮看一看啊 这个就是这个钢套啊 背品 大家看到钢套就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这个呢就是活塞 这个活塞呢是在钢套里边啊 这个上下往复这个做运动 做工啊才产生的动力啊 这就是活塞 讲一下的工作原理 这是一个这个草图了啊 一个示意图 我们空气啊通过这个涡轮增压啊 再通过这个冷却器啊 就进入到钢套里边 我们刚才看到的钢套啊 有这个圆动 最初启动呢是利用这个空气阀啊 有个启动阀 大量的空气呢 压这个活塞压下来 然后再顶上去 顶上去之后呢 同时呢 它这个空气就在这里边啊 在钢套的这上半部分这里边 被压缩 然后呢同时呢 这是喷油嘴 往里喷这个雾化的 已经雾化的这个油 然后呢压缩空气啊 点燃了这个油就爆燃 爆燃呢之后呢 这个做工又把活塞呢 又顶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钢啊 这个钢 把它就顶下来 那顶下来呢 到这个叫下死点 对不对 下死点 哎 顶下来之后呢 这个它就顶不动了 顶不动了 同时这个钢呢 哎 它又到上死点了 上死点之后 它又 它又被顶下来 它被顶下来 带动这个曲轴就旋转 那么它又顶上去 对不对 这个下来 那这个就上去 对不对 这样往复 所以呢 这个活塞呢 就在这个钢套里边 往复运动 所以呢 它过程是什么呢 进气 压缩 做工 排气 这四个动作啊 导致这个活塞 运行一周 也就是说曲轴 转一圈 转一圈 带动飞轮 转一圈 也就是说带动螺旋桨 转一圈 转一圈 完成这四个动作 就叫二重乘 二重乘 如果说 还有四重乘 是什么意思呢 四重乘就是说 螺旋桨啊 转两圈 完成这四个动作 这就叫四重乘 好 我们原理一看完了啊 我们实地去看一看 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啊 就是曲轨轴的这一层啊 当然是关闭的啊 这个 保养的时候才能打开 那么曲轨轴呢 就在这里边啊 通过这个活塞的这个 上下挡幅运动 带动这个曲轨轴旋转 那么它又带动谁来旋转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带动的是这个飞轮旋转 我们看这就是飞轮啊 正在转 那么这个飞轮又带动谁呢 带动的是尾轴 我们看长长的尾轴 旋转 尾轴后边那就是螺旋桨了 对吧 螺旋桨同时也带动螺旋桨旋转了 大家看这个墙壁后边啊 那边就是螺旋桨 那么螺旋桨旋转呢 就会推水向后 那么根据这个牛顿的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推水向后 那么水呢 反过来呢 就推我们船向前走了 那么尾轴为什么会那么长呢 它直接设计在飞轮后边 不是节约成本吗 另外的这个红红的 旋转的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介绍